印度有14億人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為了吸引印度遊客來台觀光 交通部觀光署在新德里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 鎖定以會議 獎勵旅遊 大會和展覽的麥死市場 透過印度旅遊業者介紹台灣 提升印度遊客來台觀光人次 這是第一個 它的人口基數大 然後它的經濟成長的狀況也很好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在這邊觀察 其實本地到台灣去做獎勵旅遊的這些商家 其實是有的 那目前也有業者在做這樣的生意 所以我們初期我們希望能夠在夢買那邊 設立台灣觀光服務處 並且鎖定以麥死這個市場 為主力的開發對象 鄭之鴻表示COVID-19疫情爆發前 每年到台灣的印度遊客約四萬人次 目前已恢復七成左右 今年預估可恢復百分之百 如何吸引更多印度遊客來台灣 印度旅遊業者認為 大部分印度人對台灣不熟悉 可以邀請業者到台灣走走 有助旅遊推廣 台灣旅遊部落格則建議 恢復於印度的直飛航班 並簡化簽證申請流程 有助吸引更多印度旅客 沒有直航班機的話 他可能要從其他國家轉機 那在其他印度可以轉機的這幾個國家 其實是很吸引人 比方說越南 推廣會上準備了具有台灣特色的舞蹈表演 以及有獎爭達 氣氛熱絡 祝印度代表格寶軒 抗力也出席活動 歡迎印度朋友到台灣旅遊 中央社記者零行件新德里報導 營購玩